先進你們的聲音 那我也自聽著而論 其實在我們設施的公共住宅的 這個國外園區的這個基地的裡面 我個人所觀察到的 在這個基地的裡面 它的本身的機能 就是它的使用上面 相對之下 只是比其他的公共住宅來的豐富的 像他們就是在這個基地的裡面 除了公共住宅的裡面之外 像社福設施 而社福設施裡面 它又把它缺陷成老人 還有身心障礙者 然後另外還有跟剛剛的衛生局有關的 中系的服務設施 然後另外呢 其實就是說 其實我們剛剛都沒有討論到 其實我們這邊有圖書館 就我們這邊有圖書分館 哇 這個圖書分館是對我們的小朋友 多麼的有幫助 然後另外的 我們有行政中心者在這邊 所以從我個人的觀察者來看 在這個基地的規劃的需求 算是非常多面向的 然後而且我覺得是對於我們整個區域的 這種的需求是有非常大的幫助 像舉例而言 雖然說我在中立教室 在中原大學教室 如果要做復健的話 我最近的只能到中校醫院 其實只能到中校醫院 那其實我剛剛有聽了 因為什麼衛生局的局長有提到說 在這邊可以做復健 對於我一個身體還算可以的人 因為我就覺得這就是一個還蠻方便的 那我會舉這個例子 就說是想要說明說 就在這個基地裡面的這些設施 是我們一般生活當中的 都會比較會用得到的 就是我們一般都會受惠到的這種的機能 所以我從這個規劃案的上面的內容上面 只來看我個人覺得 是對民眾是有一些幫助的啦 那當然會有非常多的鄉親 只在就在討論出 為什麼會這麼大 為什麼會這麼多的戶數 這麼多的量 那我這邊拿一個 舉一個那麼東京的例子才來看 只在東京的中央區 很市中心的地方 他們也有一樣 就是一塊非常大的基地 他們也是作為公共住宅的這種的基地 那我概略的報告一下 它的數目是跟我們的差別 他們是4.8公斤 那他們建幣率是360 他們最後完成的戶數是2135 這是東京 那我們這邊當然 台灣的台北是不能跟東京比的 所以我們是有6.4公斤 那那什麼龍金剛講的300 那是300 那戶數是1500 所以我從開發規模上面的來看 就是從數目汁上面的來看 我覺得這個數目汁上面 其實是貌子路算是合理的 對算是合理的 因為他們408公斤 就篩了2152戶 我們是6.4公斤 就是有1562戶 所以從開發規模上面的來看 怎麼個人覺得這個的一個 的一個數字上 怎麼個人覺得這還算合理 那當然有非常多的相信說 那我們公園怎麼辦 其實公園怎麼辦 那我非常的贊成那個 就是蔡女長 那我也非常感佩蔡女長 因為前次蔡女長在公共電視上 為了我們的這外基地 大聲起呼 她上電視 然後她不斷地在呼籲政府 不斷地在呼籲市府 就要做改變 所以確實我也注意到了 在整個的過程當中 從105年代 是從4月開始 4月開始 8月的兩次 等到現在的9月 確實有調整 然後也漸漸地朝向蔡女長 她在電視上呼籲 她就直接上電視來呼籲 而這件事情我覺得是有 就是有呼籲到 而且是有漸漸地來做改善 那我非常贊成高 蔡女長者所講的 就是說 那我們的公園呢 我們的公園是在哪裡呢 我覺得 現在從面積上面的來看 然後 而且從方位上面的來看 就是公園的開口是面對那邊 就是 就是各位相見的左手邊 我的右手邊 就是84項的那邊 從方位上我個人來看是OK了 那可能是因為在公園裡面的內容 可能還沒有辦法讓鄉親 整個理解到說 我在這邊可以散步 我在這邊可以遛狗 我在這邊可以跳蜂舞 我在這邊可以下棋的 這種的事情其實在這邊還沒做到 但是單純從面積上面整來看 我覺得是在面積上面 是那麼符合 就是說在量的上面是夠的 那我是個人比較介入就是說 其實這個可能是之後局裡面在做努力的 因為這個之後要進入到設計了 那進入到設計的時候 就等於各位相見對於公園的想像 你們對於公園裡面 你們實際上 想要從事的那些活動 你們所要從事的那些事情 我覺得是可以再提出一些具體的建議的 那我覺得這個反而是公園的一個品質的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剛剛那個蔡里長他所提出來的 就是說他除了命名的之外 所以公園裡面要有小朋友可以玩的 就是對行動不變者 是有幫助的一些實質內容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應該是要在 可能要透過各位相見 各位先見你們提出一些看法 之後提供給局裡面 讓他們在做設計的時候 來做一些參考 那我覺得這樣的話公園他會出現 他不會是我們現在想像的只是一個面積 他的一塊綠綠的而已 他會是真的是我們在裡面使用的時候 的滿足需求的一個公園 那最後我這邊想要表達的說 有蠻多鄉親子在想說 他只有針對搬進來的人才受益 我們住在旁邊的人反而是受害 的這個觀念 我個人想要做一些的說明 這就是說其實我印象裡 好像因為什麼局裡面不管杜發局或說社會局 對於我們周圍居民的 有一些的一些的百分 比如我不知道現在還在不在 假如說正在這個的公宅的裡面 他所可以符合資格的 其實我覺得在我們的社區的周圍 應該有非常多人是符合資格的 那他們假如說有一定的比例是可以被確保進來的話 我覺得剛剛的人數他不會是社區居民加上外來的居民 對而是一部分的社區居民的需求在這裡面滿足了 而這些會又真正滿足到而且就是受惠的可能是一些弱勢 可能是一些年輕人 而這些年輕人可能就是我們 就是各位相親你們的親戚 而那些弱勢可能就是各位相親你們的長輩你們的親戚 而他們會住進來的可能都跟各位相親是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先不要把它視為說 這個是外來的一群人 我們在這邊的在地人的這組的差別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設施 總我一直推想就是說 像我個人住民生東路的那個什麼保慶段 其實根本沒有附件設施 我那個公宅子在我們家旁邊 根本沒有附件設施 我那我就想說慘了 我就受惠不到 我那時候那麼長的時間到宗教醫院去 哇 附件好麻煩 那我就受惠不到 但是在這邊我覺得非常多的受惠 應該是我們的鄉親的 那我想提供著這幾點的意見 來給各位相親各位先進來做參考 那也希望說這樣的一個農屠宅 可以是對小群體我們的社區 然後也是對大台北市都有幫助的 那以上就這樣就終於 謝謝 謝謝 各位鄉親 容許